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名字如果特别 真的大家就可以记得很清楚 花莲有这个计程车司机 每次到加油站的时候呢 人家大家不是都问货 油要加多少 他都不用讲话 他只要指一下 他车子外面的门就好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混加码车开到加油站 还没开口说话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竟然自动说 先生 油加满对吧 他的名字非常特殊 我每次来都 油加满 加满对 他说对 原来这个油加满 并不是真的油加满 而是因为这位文奖的名字 就姓油 叫做加满啦 因为生长在大家庭里 父母亲前后共生了 14个兄弟姐妹 家中的小孩名字里 都有个加字 至于为什么叫做加满 其实是因为爸爸妈妈 希望生到他就好了 因为家里的小孩已经满了 他是加之辈 我姐姐有6个 兄弟8个 到我这边就满了啦 好 都满了 就是因为这样 特殊的名字 也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事情 除了朋友叫他名字 会被误会要加油之外 就连不少外地来的旅客 都指名要找这位油加满司机 一些乘客啊 在火车上就打电话 你下车时候 去找油加满的车子这样 我怎么知道 哪一台计程车是油加满 不是啦 他的名字叫油加满 因为名字相当特殊 四季油加满在花莲当地 可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除了高知名度外 油加满同时也获选为 优良计程车司机 因为他的车啊 不但油加满了 就连他的服务热忱 也都满满满 中天新闻 那廖维林金鱼 花莲采访报道